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华山临世节目 我和刘华昌又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 你说它非常重要又可以 你说它一样的重要又可以 因为主席究竟是不是选出来 2024年选总统的时候 他去做这件事 大家未知道 但是今次有一个很特别的情绪 就是其中有一个台大的教授 张亚中在国民党主席选举 在电视辩论会 赢得离航离立 说完之后 他竟然是拿到网上的支持 是50-70% 赢得离航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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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兴趣问你 你对台湾非常熟 第一件事 张亚中是否真的有机会 其实首先说 这一次先和你说 国民党主席这次选举 其实现在国民党 很多人说他在野党 口勢 甚至他的气势 还不如民众党 台北市长的民众党 还不如他 但是这一次的国民党主席选举 就是在台湾引起很大的热度 很多人不关心 先和你说 网上投票 都很多人去支持张亚中 为什么呢 很多人不关心 就是说 这一次将来 国民党 是否可以赢回民进党 这是第一个关心 第二件事 张亚中是什么人 不如你介绍张亚中 让大家知道 张亚中 他现在被认为 是国民党里面的 正男期 深男的 深男人 深男人 他这一次在政经会 政经会最主要说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国民党 是中国国民党 中国这两个字 一定不能够护杀他 因为国民党里面 很多人说 要改成台湾国民党 或者是不要 就是国民党 甚至这个 这个是在去年 去年 这个 国民党大选失败之后 接着呢 韩国如果高雄市长 又被DQ了 大家又投票 将他 又取消了他 就是 整个国民党的气势 就是跌到落 跌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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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次这样的气氛下 国民党主席有个补选 因为吴敦习辞职 承认责任 保选保选 很多人都不关心 不参加 没有这一次打得这么激烈 所以那次江启臣轻易当选主席 但是呢 在那个情况下 在大家对国民党 就基本上是没有了一个信心 但是现在呢 突然间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去要做这个国民党主席呢 因为大家又看到国民党的希望 那四个 你讲讲那四个给大家听 第一个就是张亚中 第二个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原来做过党主席 而且呢 参加过总统选举 就输了 因为当时有个换柱风波 原来是洪秀柱的 他自己又不选 但是他最主要呢 他就怕 如果假如我去选 总统选不了 我身北市的市长又没有了 所以呢 他就死死迟迟都不报名 到最后才报名 他就可以大职参选 即是身北市长 如果输了 他都可以继续做身北市长 别人说他算得太精明了 太计计了 太进了 这次还有一个就是江启臣 江启臣 现在是国民党主席 是去年保孙上来的 是 接着还有一个卓佛园 他原来做过张化园的院长 是 其实这次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不理他 主要是前三个 是 江启臣 林立克联任 朱立倫 林立克胜传 张晓 现在 台湾的分析来说 基本上就是朱立伦 帮江启臣对决 对决 张晓 张亚忠其实深藍在国民党里面是少数 是吗? 是少数 国民党里面的多数不是深藍 国民党的多数就是 以前以人数计算 都是本土的国民党 即是本土的国民党是人数多的 大陆来的外省籍的国民党 包括军队这些人始终都是少数的 老的老死亡 所以他们的人数是少的 再加上现在实际上 那么多年台湾推行的一种去中国化的路线 台湾的年轻人其实帮大陆是很疏离的 所以他不认同深藍 不认同中国的路线 当时江启臣去年当选之后 他其实就是改变了国民党的路线 所以人家说这次看国民党的选举 看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国民党的路线 你到底走什么路线 第二个你将来选出来之后 你有没有战斗力 那么现在 去年呢 江启臣呢 他就走一条路线 基本上又是去中国化的路线 所以人家就说他就是小鹿 就是民进党是绿色 你就是小鹿 或者叫做民进党的B队 你实际上 你条路线不像民进党一样的 他公开叫他口号 甚至说我要亲美反中 大陆一定不高兴 而且实际上 本来国民党帮大陆有个国共论坛 有海峡论坛 他都不参加 他做了主席之后就不参加了 不参加 朱立伦会不会 他会多换九二共识那类的做法 朱立伦就比江启臣 就会偏向蓝色这边 即是说 实际上就是偏返连战的路线 因为2005年年 连战就去北京有个破兵之旅 就见了这个胡锦涛 双方面谈有个叫做 国共的五项愿景的共识 那么第一条就是说 双方面在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基础上可以合作 我就认为这次是国民党的第三次合作 即是前面 在抗战的时候是第二次合作 之前大革命时期是第一次合作 这一次就是第三次合作 这次第三次合作的结果就是使得马英九当船 所以第三次合作有成果 江启臣改的路线就是抛弃了第三次合作 终结了第三次合作 那现在那三个 基本上一个是微六 一个是小蓝 一个是深蓝 就是三个路线之争 你觉得张亚忠有没有机会选到呢 我觉得张亚忠的机会还是比较微的 比较微的 因为第一 他的深蓝 在国民党里面的基础呢 始终不是多数 是少数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是书生 就是他不是那些党军 他不是党军 他没有那些人脈 基础那些 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现在这一次选举呢 他都犯了一个小错 对朱立伦呢 就进行到一个人身的攻击 因为他这次选举是规定 不准做人身攻击 就是 免是 选完之后呢 大家 就是变成仇人 所以 所以 他忍不住口 他忍不住口 他说了 朱立伦呢 其实是 美国的善民 因为朱立伦其实是很亲美的 因为他在选举里面 他提出 我们国民党将来要在美国 设立一个办事处 就是 朱立伦他这个想法呢 其实也有道理的 因为台湾 你谁想执政的 你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不支持你呢 你就没有办法玩的 所以他又想说 我国民党 我原来帮美国关系好好的 在宋美令时期 我现在要拉回收回 收回好这关系 就是我比民进党更亲美 美国人看我不看民进党 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这个有矛盾 因为你亲美之后 你又要反中 这个有矛盾 这个很矛盾 这个是死症来的 所以他就要 要在这个 中美之间去寻找 他一个安全的着陆点 我又要 美国支持我 又要不得罪大陆 或者是帮大陆好 因为 其实现在国民党的路线 他为什么要看得希望呢 因为实际上 现在台湾的经济 包括现在在疫情中下 他仍然是40% 都要靠大陆 台湾人其实很清楚 台湾的经济 就是靠大陆 出口40% 去年你是赚了1400几亿 顺差 就是从大陆到 1400几亿顺差 所以你的经济是靠大陆的 所以你希望台湾的出路 就是两岸和平 和平 不要谈统獨 起码大家和平 大家做生意 有好日之过 所以 朱立伦希望走这条路线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这三个人 无论谁做 和蔡英文有没有得砌 和民进党有没有得砌 讲2024了 我觉得是有一切 有得砌 有得砌 绝对有得砌 因为现在 九合一先 九合一先 你先讲九合一 以后讲2024 大选究竟是谁有机会 现在九合一 院士长里面 其实新不远 是国人党的 台中也是国人党的 高雄本来韩国瑜都拿了 但韩国瑜就失机了 被人DQ了 但是现在 在这一次防疫中 新不远的 和 盧秀燕 台中的这些 都有很高的民望 都有很高的口碑 为当地的防疫 做了很多事 大家都很认可 实际上 现在这个情况下 国民党 管治的院士 的 政绩都OK 反而 民进党 没有什么突出的 高雄那里 没有人说他好 现在最关键是 整体上 这一次 蔡英文的防疫 是完全失败的 他有失败的 第一个 他就是推自己的 台湾自己做的疫苗 他就不积极去买外面的疫苗 结果他又 那个防疫的破口 就开始 虽然死亡 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自己的疫苗 叫做高端疫苗 都未做三期 他就硬要在台湾里面打 现在目前打針 因为打針之后死的人已经白过 加上他 他在打針上面一直不积极 因为他想推自己的 在外面买的 人家要买 包括这个 郭台铭 这个 很多佛教人士 去买的 他都会拼命去挡人家 推人家 又说 譬如说 復必泰 经过上海 有简体市的 商标 就不能够 就是找盘这些 本来你是 防疫为主 是吗 你不死人为止 其实 我想这个全世界 大家看到 谁防疫做得不好 那个都没得做 就像日本 奸业为一样 结果他现在 就做得不好 加上现在美国 一个政策很大的调整 如果假如在特朗普时期 川普时期 他是 帮大陆开战 开得很激烈的时候 那你蔡英文的路线 就可能会 占上风 那如果你川普 现在拜登 要改善帮大陆的关系 不会冲击一中国红线 就是保持一个台海 一个模糊的状态 不战不和 这样的状态 其实是最符合美国利益 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美国就希望 你台湾不要搞事 因为以前 陈水扁 他很积极推动台独的时候 按道理 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是符合美国以台制华的这个路线 但是他搞得太过分 小布殊就生气了 说他是麻烦制造者 甚至拿出口罵他 因为你做得太过分 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老板不喜欢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将来拜登 帮中国的关系稍为改善 国民党的机会就更大 就是朱立伦那条路线 就可能会走得更通 那我再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25号 就选了 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你贴谁 我觉得都是朱立伦的机会 你觉得都是朱立伦的机会 够不够足以翻盘 因为这个张亚东的路线 就是大陆听起来就很高兴 但是你要台湾人听起来就很高兴 你不是大陆人听到高兴 所以你要台湾的多数的国民党党员 觉得你这条路线 可能救到国民党 那他就支持你 就是你好像朱立伦 就是比较温和一点 中间一点 反而支持者会多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那大家最紧要就是 这个星期六 25号 大家留意一下 看下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 选哪个出来 好 拜拜 拜拜